烙靖新港 请大家妈祖保佑 嘉义先进 烙靖平安 我们的胜健团 大家幸福 大家妈照顾滑岛在4月11号差不多中午的时间 到新港的轮车 现任的信仰是这么多 非常劳热 该管理王长良因为疫情的可能 看望王妮应该的风修 该日应该母带应接大家妈 祈求大家在南宫天上圣母任一年 绕境迹乡活动圆满顺利 那这一次实际上在疫情期间 所以我想整个大家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 那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疫苗三剂 那我OK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才可以参加所有的绕境跟所有的队伍 那整个嘉义先的部分我想包括在饮食的提供部分 那我们禁止边走边吃 那包括水果的部分我们特别用塑胶袋 那整个包起来 我们希望信仲 那可以把它带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那才可以去吃 那不要去边走边吃 那所有的相关的防疫 那包括所有的这个宣导 那我们都做得非常的清楚 可以说我们大家嘛 最尊重我们防疫中心指挥官 这个可以说陈时中跟我们的政府的交代 我们就是要泡完三剂 跟丁南庄来换这个OK 三次才可以来参与这个绕境活动 所以说我们要安全 要顾自己顾周边的人 就是要遵守这个防疫 那拜托大家 洪天公当主帝赫到红标识 洪天公是专业会合红业政策 来到阿嬷尿经期间 没有拿到疫苗三剂5OK的政策 不可以一边参拜 和那个信仲还冠近完成三个疫苗接种 还拿到小房卡还是所有的政明 到新港洪天公的办公室办理政策 大家尽量现在没有问救卡 大家尊重就我们不要问救卡 大家可以平安 因为现在防疫时间 你看人这么多你看看 进入新港洪天公有 管理政策有要求 一定要有三剂 打完三剂才可以进入 所以洪天公有这个三剂 还有一个政策要一万党 那都来定期了 感谢这次大家尽量 洪天公的邀请尽会 可以完全成功 大家尽量是台湾重要重要文化的象征 在对着马祖卡布 继续象征的东西 也不想不及至于 告到邀请平和健康 今年的邀请主题是更新 在专门风予的经济之下 向前全国国民更新来工业 并且继续台湾的未来 可以进入冰孙安空 既舜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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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